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2021年全国两会将于3月初在北京如期举行 日前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在香港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过去一年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能如期举行全国两会 本身就是对过去一年抗疫成果的最好体现 政治生活上我们做的一些重大的决定 能够如常进行 尤其是今年是我们要通过国家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这个与香港其实是相关的 我们在香港准备一系列的活动 在拉动全社会 就怎么落实好国家的事物里面 与香港有关的部分 做好有关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2020年6月30日 香港国安法的政治颁布实施 使得香港社会油乱向志 梁振英指出 香港国安法出台后 国家安全得以维护 香港的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稳定 他表示未来相关的执法与解说工作 仍应久久围攻 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新闻志愿 打好基础 由于我们是一国两制 不是两国两制 所以我们需要有国安法 其他国家都有国安法 有了国安法之后 一国这个前提体现出来了 那么当然了 下去我们也要做很多的解释工作 国安法的它立法的这个背节 它的目的意图 它内容 然后在执法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什么 包括像社会应该怎么配合 国安法 使得我们这个地方 能够真正全面做到 维护国家安全 有个比较稳定的国家安全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发展我们的社会 发展我们的经济 改善并成 针对此前英方公然违背承诺 实施所谓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者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 1月29日 中国外交部宣布 自1月31日起 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BNO护照 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 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宣布 自1月31日起 BNO护照不能用于在香港出入境 亦不会在香港或承认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 对此 梁振英表示 中方相关反制措施 后发制人 对妄图在这一问题上 图谋者的打击 是清晰且强有力的 我相信这个是很有效的 这些人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 他就不可能继续成为中国公民 甚至乎他不可能继续 作为香港永久居民 享有在香港特区的 种种政治权利 和其他的权利 把这个政策把它再说一遍 说清楚 我相信 绝大多数 准备用英国这个BNO 5加1政策 离开香港成为英国公民 因此配合英国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图谋的人 他会打消离开香港念头 过去一年 香港社会 报受新冠肺炎疫情袭扰 随着连日来 香港疫情形势逐渐趋缓 梁振英也呼吁香港市民 继续齐心抗议 争取早日清零 尽快实现两地通关 香港市民为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家人的健康 为了整个香港社会的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为了香港和国家 香港内地的关系 我们都必须 尽一切的努力 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我们希望绝大多数香港市民 能够主动走出来 接种疫苗 我们必须尽最大的能力 我相信国家一定会很支持我们 在香港把这个疫情 把它清零 然后把它按在 这个接近零的这个范围 使得我们尽量能够通关 这个对香港的 这个经济活动 社会生活 两地的交往 已经会有很大程度的恢复